我们上一节看到我们讲的这个 木星贵人得位图 木星 木星贵人得位 那么这节看到我们接着讲 火星贵人 火星贵人得位 得位得地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把词打到七十二叶 七十二叶我们看火星贵人 七十二叶 那么火星贵人和木星贵人 以及土星金星水星 所有这五个星的贵人 它都有一个总的前提 那就是一参不一客 这是第一个 它是一参不一客 那我们刚才讲的木星贵人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火星贵人 那么火星贵人呢 它同样一参不一客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在南方离宫离宫离民贵人 或者是在这个正宫 正宫 正宫 在正宫的宫呢 正宫是牧 牧生活 因此呢 在离宫 在离 离民贵人 或者是在正兄 正兄五行属木 五行属木 木森火 离为火 火与火星是比柱 也称为得地得位 得地得位 在离宫或者正宫秀宫就为得地得位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虽然得地得位 要为我所用 若不为我所用 若有入伍 若不为我所用 若不为我所用 若有入伍 若有入伍 火星呢 火星呢 我们都知道 火星它的形状是贱的 那这是火星 那就是火星 那 那么这是第一个 一时不依靠 第二个呢 要为我所用 要为我所用 为我所用 也就是呢 要为这个 要为呢 木穴 如果你这是木穴的话 那么这个火星的贵人神 要为呢 这个穴所用 那么什么是为穴所用呢 那就是要 和下上的灵贯力 或者呢 是龙上的贵人 龙上就是雷龙 或者呢 是坐山的贵人 那么有的呢 雷龙或坐山是一样的 有的时候呢 也会一样 或者呢 要符合呢 天义贵人 或者呢 是以马贵人 或者是山吉 也或者是六修方 要为我所用 那么第三个呢 那就是立项要和局 立项呢 要和局和发 要和局 如果不和局 你不为我所用 那随意看起来 非常的完美 但是不为我所用 随意有入伍 立项要和局 那么只有这样呢 才能够大发富贵 立项 如果呢 这是假设条件 如果立项在和局 大复大发 这是假设的条件 那么一丝不一刻 为我所用 立项要和局 那么什么是一丝不一刻呢 什么地方是生呢 那就是前 这个离宫 或者呢 是这个正宫 凶宫 那么什么意思 为我所用呢 那就是我们潇洒 要用呢 把他呢 把这个山峰呢 要拨在 下山的灵关 或者是呢 龙上的贵人 或者呢 是坐山的贵人 或者是天义贵人 或者是马兴 一马 或者是三级方 六秀方 这个呢 就是为我所用 那么第三个 就要主要 立项呢 要和局 和法 要和局 和法 那就是我们讲的 地理武军的 48个局 要和 我们昨天讲了一个 正身相 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正身相 对吧 用水道索 正身相 还有一个 自身相 还有一个呢 我们例的是这个养相 那么 这个呢 就属于和局 只有这样 才能够 大富大发大贵 大发富贵 那么如果 在客线之地 如果呢 你这个火星在客线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如果呢 在客线之地 客线之方 我们说火星 什么克火 水克火 那么就是 凯公 凯为水 对吧 如果是在凯公 凯方 对吧 那么线呢 就是生的 那么火生土 对吧 那么火生土 图呢 就在空 空方 或者呢 在根方 那么凯呢 为客 那么空或根呢 为线 我们昨天讲过的 什么是客 什么是线 如果在客线之方 那也就是说呢 火星在凯方 或者在空方 根方 你在立项呢 在差 对吧 立项 立项又差 立项呢 假如不合居 那么 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发福不种 发福不种 就是发福不种 他指不定的发福 也指不定的 就不发福 这个呢 就不可靠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对吧 那么我们说 这个火星 那么火星呢 他具这个正 这个凯公 对吧 凯公呢 是陈凯士 陈凯士呢 是木 凶为木 木死火 就为德位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子 五 毛油 然后我们再加进去 人之鬼 是木杰 那我们再加进去 那我们再加进去 我们再加进去 我们再加进去 去前黑 那么假如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 天牌灰蒸 我们先找这个方塞五星 大家标一下 标一下方塞五星呢 你不容易抖破 这个呢是我们说的 三河呢 这个三河水法 用的是天牌的缝针 天牌的缝针 罗牌呢最外面的那层 那我们刚才知道这些条件 那么我们举例子 比如说 那么火星贵人 他在这个秀寺方 对吧 陈秀寺 也就是秀寺方 也就在这地方呢 为得位 他本身是火星 他本身是火星 接见的 一个或者两个 或者三个 这地方呢 外面的这个萨 那就是火星 那么就为得位 为了 这是第一条件 是得位的 那么我们要例什么下 假如我们例这个 人山丙象 假如我们例的是 人山丙象 人山丙 我们例下呢 例的是 人山丙象 那么人山丙象 丙武 对吧 那么我们一看这个丙武呢 就是 丙武山丙山和火局的地方 对吧 妄象 那么他如果是妄象的话 我们有一个消水的方式 我们前两天呢 刚讲过 妄象摔方消水 对吧 但是就是水呢 从这个丁方出 那么丁方呢 是消水的 也就是放水口 放水口 对吧 水出丁方 例的是 银武虚山和火局的 妄象 妄象呢 水下的摔方流 叫妄象摔方出水 那么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我们例的是 银武虚山和火局 去借 害某位山和木局 去放水 叫做借库 我们现在在刚讲的 借库消水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那么在秀氏方有三分 那么秀氏 这地方呢是 丁武那是地方 对吧 银武虚山和火局的地方 那么这地方呢 秀氏 就属于呢 山和火局的灵官方 灵官方 对吧 银武虚山和火局们 那么潮池呢 从自己写着啊 潮池 沐浴 怪队 灵官 地方 那么这个呢 水 水中的摔方出 这个是病 死 木 绝 黑 阳 这个呢就是 神之城山和水局 那我们看着说呢 秀氏 那这个地方呢是 灵官方 那么灵官方呢 高筑 对吧 灵官方高筑 那我们说这个灵官 灵官贵人呢 就在相上 和了这个相上的灵官贵人 对吧 因为我们是人山丙相 立的是火局的望相 那么秀氏呢 有风 恰好呢 就是灵官方 因此呢 他和相上的灵官贵人 第一个 他和了一个 相上的灵官贵人 对吧 和相上灵官贵人 第一个 这个条件呢 他复合 复合 那我们说立人山丙相 水树丁发 他和相上的灵官贵人 现在呢 这个时候呢 就在了秀氏 秀氏呢 就是灵官 那我们再看 那么雷龙是这个 人龙 人山丙相 如果是人山雷龙 龙的入手呢 在人 对吧 那么 这个雷龙呢 我们讲这雷龙 那么就在这个人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龙呢 是座山 对吧 人山丙相 我们看一下这个人 那么人山他的 天义贵人 我们在前面讲的这个 甲乌更牛羊 一记属猴香 别定竹鸡蜜 人贵屠蛇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山 那么人山 他的天义贵人呢 就是人贵屠蛇 人贵屠 屠蛇 屠蛇 他的口诀就是人贵屠蛇 也就是说呢 这个人山 他的这个天义贵人呢 就是这个毛 那毛啊 兔就是毛啊 那么蛇呢 就是氏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看 我们现在这个氏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符合呢 这个座山的贵人 那么座山 座人山丙下 那么人的贵人 就在兔和蛇 因此呢 他也符合 人贵屠蛇 藏 这个呢 是刺 他又是呢 和座山贵人 那么座山呢 和座山 座山贵人 那座山贵人是 座人 人贵人呢 是屠蛇蛇 现在呢 恰好就是蛇 当然你在某的地方有 某的地方 某的地方有 那就更好 那么最少呢 现在这个寺 这里有呢 火的风 也是他是座山贵人 那么座山贵人 那么这个呢 人 他既是座山 又是雷龙 我们说呢 人方雷龙 人龙入手 那么这是人龙入手 人龙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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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仁山贵下 那么就说这个 又和呢 这个龙上贵人 第三呢 又和呢 这个龙上的贵人 那么龙上贵人呢 就是人龙 对吧 那么人龙呢 他的天与贵人呢 也和这座山是一样的 人龙于屠蛇庄 对吧 那么说这个呢 现在 这个山峰 火星贵人 车子贵人 他既是这个 座山的贵人 又是这个雷龙 入手龙的贵人 座山贵 和这个龙上贵 对吧 那么他又是零贵方 零贵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说我们立的是 仁山丙相 对吧 那我们在前面呢 讲过 那么这个仁山丙相 你现在看这个相 我们说这个仁山丙相 对吧 我们现在呢 看这个丙相 对吧 那么丙火 他的路 就在世 对吧 丙火的路 也在世 对吧 因为呢 你从仓干里面看 对吧 那么四宫耿精 皆并物 对吧 那么 这两个呢 他属于了中西或渔去 那么他的本气 那就是丙火 因此呢 丙火呢 丙火的路 就在世 丙路在世 丙路 丙的路 就在世 丙子你看 坐在的 丙火 他的路 就在世 对吧 又是他的路位 那么 又是他的路贵 又是他的路贵人 对不对 路贵人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再看 基森塔 塔斯塔的路贵人 我们再看第五个 那么第五项呢 我们说 那么他的水口 在丁位 丁位 我们刚才讲的是 云武区三河火局的网项 那么去借了 亥某位三河木局的库 亥某位三河木局的库 我们说呢 火局 借了木局的库 借库 消水 那我们看 亥某位三河木局 他的马 一马 对吧 我们说 生字成 马在营 那么 营武区 马在什么 马在生 那么 私有处 马在亥 亥某位 马在世 相冲的吗 营生相冲 私害相冲 那么亥某位三河木局 那么他的亿马呢 他的亿马呢 就在世 那么我们看看 那么这个水口 是亥某位三河木局的 不是私有处三河金 是亥某位三河木局的水口 而不是 云武区三河火局 那么我们这个是 云武区三河火局 那么是火局 借木局的库 借库了 就好比你自己没钱花 你借别人的钱来 那么你随着呢 你借别人 把这钱借来以后呢 你可以自己支配 因此呢 我们看这个水族定位 那么定位 他的马 也在是 马星 因此呢 它也是一马贵 一马贵人 又是他的一马贵人 也是呢 和这个相相 那么不管是路贵人 马 一马贵人呢 都在相的这个方位 也是呢 说和相相 路马贵人 为这个贵人做路 贵人呢 做的是路 丙啊 对吧 丙啊 丙路在世 贵人做路 那么在这个讯法呢 有这个 火星贵人 有这个火星 也就是说呢 间接的三分 间接的三分 这个呢 叫贵人 饼笔 贵人饼 饼笔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以后呢 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呢 是找大权的 丙笔 就是说 因为签字的 就好像我们这个 最高人民发愿 派死刑 合逐死刑 打一勾 这个呢 就是说 找生死大权 有识权派 有识权 签字画压的 贵人 丙笔 那么 秀呢 又为太义贵人 太义贵人呢 我们在前面 又讲过 由于世界关系 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如果你对 这个太义贵人 还不太清楚 你可以看一看 2018年的视频 翻出来 看一看 如果要讲的话 又得十分钟 又得十分钟 那我们又知道 那么这个秀 那么这个秀 对吧 秀四十一宫 那我们在三级六秀里面 那么我们说三级 是亥真客 那么现在呢 三级发没有 但是呢 六秀 对吧 我们说呢 更那边 秀那星 对那听 对吧 那么这个秀 它又属于那六秀 三级六秀 它不属于三级 但是它属于六秀里面的 对吧 那么秀 又那的是星 那么秀那星 如果在这个星的 这个位置呢 如果真有一个 真有这个 尖尖的 火星贵人坟 火坟 火星坟 对吧 那就是 了全其美 对吧 因为秀 那的是星 现在如果是秀 这里有火星贵人 那么在星这个地方呢 再出现 对吧 反正就是 喜事成双 好事成双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呢 周老师讲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一定是 定发魁元顶甲 那么什么是魁元顶甲 魁元顶甲 如果这个地方 这地方都有 火星的 剑的三分 那么定发魁元顶甲 那么魁元呢 实际就是我们 同一个类型 同一个 同一类的 你同一类的 才有比较嘛 那么没有 不是同一类 你怎么比较 那 那么魁元顶甲 我们要注意这个甲 那么甲呢 就是排名第一 排名第一的 那假如说 从学业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像我们现在 每一年考试的这个状元 对吧 这个状元 甲嘛 甲一比定五几个星 你看 什么时候甲就是排 排第一 也就是No.5 甲呢 就是排名第一的 No.5 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 魁元顶甲 魁元 要在同一类比 对吧 同类里面排名 你不能拿这个 初一的 和这个研究生去比 对吧 你初一的就初一的 初二的就初二的 每年高考 高山的就是高山的 对吧 你河北省就是河北省的 陕西省就是陕西省的 广东省就是广东省的 那么每一省呢 就有这个高考的状元一样 排名第一 在同一个 类别里面 同类呢 排名第一 那么这顿 那么这顿 河呢 跪拒极平 跪拒极平 就非常的好 就跪拒 极平 那么如果这顿情况呢 跪拒极平 那么是沙里面呢 最好的 是最好的 集体嘛 对吧 沙子最美者 那么它是沙里面的最美者 沙子最美者 那么这个呢 意思就是说呢 是最好的 那么 那么 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呢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还有土星贵人 以及呢 金星 还有水星 我们今天呢 都会讲 这些科技到这里 再见